蜜蜓 我是Sarina 嗨 大家好 今天呢 要来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 其实现在呢 过了一个新的一年嘛 今年2022年了 那相信呢 大家可能对自己的执癌呢 有更多的想法 甚至是很多人想要 转职 那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发现 近几年来呢 有一些非常有趣 然后可能也大家也不太有听过的一些 新兴的职业 非常特别的行业 而且这些特别的行业呢 他的薪水也很不错耶 所以今天呢 我们整理出五个 我们觉得特别有趣的 新兴职业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 新兴职业 动物园那个事 这是一个家庭生活理财的频道 如果你对这样的内容有兴趣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别忘了按一下旁边的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们新影片的通知哦 其实在之前有一个报告啊 就有显示在2014到2019年之间呢 就产生了130几种的新的职业 我们今天呢 就特别挑选了五个 比较有趣的来跟大家分享 那第一个呢 我要分享的是 游乐设施的试玩员 这么特别啊 对 他就是呢 不论你是那种什么云霄飞车啊 反正就是游乐园里面的各个设施 甚至是一些拍照的景点 或是吃东西的美食街什么的 去体验就对了 对 他们都要去体验 而且呢 他们也要对这个社群媒体呢 是在行的 就是他们需要去体验这些 然后去分享 但是呢 同时他们也要回馈给 请他们来体验的游乐园 这我一定没办法 我不敢做云霄飞车 但是你知道他们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吗 以云霄飞车来说好了 他要测试的是 诶 这个的确有刺激 但是就不会让人家感到不舒服 我感觉旋转木马都会不舒服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蛮苦的职业哦 我想问一下大家敢走吊桥吗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敢吧 就是你敢 吊桥超可怕的 大家不要看他这个样子 他真的很害怕这些东西 对 大家如果有跟我一样不敢走吊桥 下方可以留言 那找一下谭文成 这是一个2020年香港的案例哦 这个公司呢叫做Ocean Florida 然后他当时呢 请的这个市玩员啊 他只需要工作三星期耶 你知道他可以赚多少钱吗 多少钱 三千英镑 大概就是十万 三个星期十万 三个星期十万好像也还好哦 还不到一个月耶 可能他叫你来玩这三个星期 然后就结束了 他不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工作 所以在转职间 空档可以去玩一下 而且呢他有提到说 就是除了这个薪资之外啊 公司还会帮你出住宿啊 然后飞机票啊什么等等的 但你的工作就是要协助他们去做这些 游乐设施的回馈 然后同时呢也帮他们做一些市场调查 但这个三个星期给我一百万 我不取 太可怕了 真的假的 你做游乐设施很可怕啊 你有害怕成这样吗 我连海盗船可能都不做 我不喜欢那种脚底发麻的感觉 我喜欢脚踏实地的感觉 那第二个呢 这个工作我就可以了 他就是床铺测试员 对他的工作就是 睡觉吗 对他每天要躺上百个就是不同的床垫 但其实也不能睡啦 可是我觉得这个很难耶 因为像我自己去一些那种店啊 然后试堂 我就觉得都一样啊 就走软跟硬的压力 没有所以找工作这件事跟天赋也有关系啊 像你这样分不出来 有的人他就很敏感 比如说这个软硬度啊 还有弹性啊 后气啊 材质啊 他都可以很敏感的去把它感受出来 你要去做每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报告 比如说你要喝一点酒啊 喝一点咖啡啊 然后甚至不同光线啊 你都要去测试说这些外在因素 对你在睡这个床垫的影响会是怎么样 哦真的好专业哦 对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工作 但美国有一个床垫网站叫做Sleep Junkie 它其实就是自立于研究睡眠问题 那其实在Google研究报告指出呢 在疫情爆发的时候这个网站的搜寻大增 哦因为大家花很多时间在睡觉 因为疫情然后可能睡眠不好啊 会有些睡眠障碍问题 所以大家就去搜寻这个网站 它包含重电的选择啊 然后睡眠的提升啊 其实在网站的搜寻量是近五年来的新高 现在大家也越来越重视睡眠这件事情 所以也许这个职业呢 可能会越来越蓬勃发展 这个网站呢因为搜寻量大增嘛 所以他就决定要找那个试睡员 他找特别会睡觉的人 两个月内要睡三款床垫 并且要完成一些报告 比如说你的心得啊 睡眠平均的试睡报告 那你只要在这两个月之内完成三个报告呢 你就可以到三千块美金 还可以得到一个价值一千五美元的床垫 三千很多耶 很多啊比那个游乐设施体验好多了 哪有 诶 那个多可怕啊 测试员只要睡觉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选了那个 然后你可能就选了这个 因为我真的睡不出来 他睡在那个水泥地上 他也可以睡得很好 那第三个星星的行业呢 他有点像是游戏设计师 这里有特别指出是 密室逃脱的剧本 这几年 这几年密室逃脱的很看 好像很好玩 你有参加过吗 没有 我好像很久以前 但我也忘了在哪 就参加过一次 然后呢 他其实是需要有一些逻辑推理的能力 同时你要有剧本发想的能力 然后你要把这两件事情呢 把它绑在一起 做出一个很好的剧本 同时呢 又有趣味性 又有逻辑性等等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 嗯 对那其实近年来呢 台湾也很流行 像是一些游戏类的电视节目 终于一万大之类的 对那些其实也都是要 设计各式各样不同的游戏 我都觉得他们的团队超强的 对 我觉得怎么都想得出这种游戏 就因为他每一集都不同的游戏 对啊 但其实现在这个职业呢 在台湾哦 其实也已经有了 如果你上104呢 你可以去搜寻剧本企划 或是游戏编剧企划 游戏剧情的企划等等的 都可以找到相关的工作 我觉得蛮酷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玩游戏的人 然后你文笔又好 又有创意力 其实就很适合这样子的工作 我现在讲到这 我突然发现其实你也蛮适合这个工作的 因为我觉得你蛮爱在那边编剧 这个剧情的啊 欢迎大家追踪他的IG哦 他的IG呢 就时常为我们家庭的一些日常编一些故事 尤其是编我儿子 你也有哦 第四个是我觉得也很特别的 文秀师 不是文秀 就是文眉毛的文秀 是嗅觉的嗅 对是文味道 那这个职业呢 目前在全世界大概只有一万两千多名 就是在一些英国啊 荷兰啊 比利时日本那边 以全世界来说是少没错 但是其实也没有想到这种少 那这个职业为什么有它存在的意义呢 因为一般来讲 你要去判定 地方是不是有空气污染 你只能用仪器去测嘛 对 那仪器通常它只能测 单一味道的浓度 那如果它是一个综合的味道的话 仪器就没办法测试出来 就需要靠冷体去判别 以往在台湾呢 判断有没有空污这件事情 都要请民间的那个企业去侦测 但是因为台湾的劳基法 非常保护劳方嘛 所以它其实不能有夜班出勤或干嘛之类 但是其实有时候 这些工厂 就会特别在半夜 去做排放空污的这些事情 有些宪府就自己去培训了 这所谓的 文臭师 文秀师 他一直说文臭师 对 文秀啊 那个是秀学的秀 像台南 它的名字就很酷 叫夜莺队 所以它半夜接到民众举报之后 它就可以马上出发 去判断 比如说工厂 它是不是真的有排放臭味的这个情况 或一些就是羊猪啊 它的味道会比较臭嘛 可是为什么要用人体闻的那个味道 因为机器判别不出来啊 但是机器可以判别出它已经造成空污了 我随便举了一个臭气 叫做A好了 它只能判别这个A 在空气中的浓度是多少 可是这个臭味可能是A B C D E 综合的臭味啊 这个时候就靠人体去判断了 所以人体必须判断出这个臭味有含A B C D E 可能是这样 但是他们的判断非常严格啦 它先收集回来先闻嘛 大家都觉得有臭 然后你要再稀释 你是说把那个味道装在瓶子 或什么之类的 我去报名一下 我还在跟你报告 重点就是它这个职业 鼻子需要很敏锐的 它还有很多的要求 就是你不能抽烟嘛 还有你那天出勤的时候 你也要先做过很多测试 哦 因为它办理事 确认你的嗅觉是OK的 因为有时候可能会因为情绪的影响啊 睡眠影响 嗅觉那天特别不敏锐 它是一个team 比如说今天这个成员嗅觉 没有那么敏锐的话 逼成员就要出动 得作无间的一个伙伴 了解 这边呢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比较特别的职业要求 像台南呢 它就是以男性为主 而且多半是单身的 为什么 它可以配合半夜出勤 它没有家雷嘛 为什么一定要男性啊 比较安全啊 你如果女生半夜去工厂说 你这臭臭 然后如果人家就说 你这杂母能不能去动手动脚怎么办 你自认对嗅觉特别敏锐的话呢 你就可以上我去搜寻这方面的资料 第五个想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职业呢 其实我觉得是以上这些职业呢 大家近年来应该是最熟悉的 因为这几年来呢 真的是蓬勃发展 就是所谓的整理师 那其实像有一部很红的Netflix影集 叫做烹然惊动整理术 好像就是从它红起来的吧 台湾呢 就是也有越来越多的整理师啊 然后甚至也有相关领域的YouTuber啊 像是墨洋嘛 它也有出课程 教出很多整理师的 对 其实一开始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诶 到底整理跟清洁有什么不一样 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清洁就是把一些家里用不到的杂物丢掉吗 不是 这个是整理师的工作 清洁是有点像把脏的东西打扫干净 哦 就是请人家居家清洁那种 它只是打扫 但整理师它更厉害的能力是 帮你把东西分类 然后排放好 然后你比较常用的东西 可以放在哪个地方 没错没错 传统的那种清洁公司 它是把脏的东西打扫成干净 但整理师呢 它是把乱的东西变成整齐 竟然有序的把它归类好 对 但同时呢 它们有一些专业的能力 就是它们提供的服务呢 有包含了 空间评估的规划 然后断舍离的沟通引导 还有收纳执行与教学 家具的动线的调整 然后还有收纳品的推荐等等 改变你整个生活的形态 我觉得断舍离的沟通引导很重要 因为我们自己一天都晚在断舍离 但每次都还是会面临到说 这件衣服我还想穿 这双鞋子我也还穿得到 但其实很多衣服真的是再也穿不到了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算今天的真理师 来帮我们整理干净了 整理整齐了 然后我们也断舍离了 可能过了三个月 又慢慢慢慢恢复才很凌乱 因为你自己的生活心态没有改变 那我觉得真理师 他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也会给你一些概念 让你去把自己的生活引导到 也不要说极简 但是就比较规律 比较干净的这种生活作息 没错 最后呢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团队呢 有做了一个打造鞋杠指南 那如果你今天是在主页以外 想要创造更多的收入 那你都可以去下载那份指南 来测试看看 也许在这个指南的过程中呢 你就能慢慢发现说 接下来自己想要从事的这个 鞋杠或是副业是什么了 可以帮助自己多创造一些 不一样的收入来源 最后这个影片呢 你可以分享给你的 嗅觉好的朋友 或是喜欢睡觉的 喜欢睡觉的 或是喜欢玩游戏的 或是喜欢整理的等等的朋友 相信呢都可以开启他们一些 不同收入的管道来源的想法 没错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 然后这边呢 美国有个网站叫 Sleep Junker 君 君 英文在 Sleep Junkie 哦 哈哈哈 哈哈哈 好 好 听着